台北地方法院日前審理一起财产纠纷案件 原告指控舅舅哄骗自己的母亲 将七张人寿嫌保单解约 再把部分解约金两千七百万元 汇到自己的美国账户 而当法官传唤老妇人说明时才发现 老妇人是一人贾永杰的妈妈 原告是她的弟弟贾永齐 想不到贾妈妈以录音方式向法官陈述 自己变更了保单受益人 后来又将七张人寿嫌保单解约 是因为自己的子女贾永杰和贾永齐 都不曾来看自己 为什么要拿我的受益人 根据了解贾永齐父亲贾大俊上校去世后 母亲独自居住在敦化南路老宅 平日有姐姐和弟弟探望 去年五月中才由儿子贾永齐接走照顾 现在爆出姐弟不孝传闻 贾永杰在脸书上发文回应 只母亲在五年前经诊断患有失智 上师认知及判断能力 判定无法财产自理 而舅舅和舅妈明明知情 还带着母亲去保险公司 解除七张即将到期的高收益投资保单 部分解约款项美金九十六万 会往舅舅海外户头购置不动产买房 心机非常可疑 才会由弟弟带着母亲去报案 共同房地台湾加油 艺人贾永杰形象良好 疫情期间捐助医疗物资 被封为防疫女神 面对家产纠纷 只能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 事实真相只有自家人最清楚 近新闻综合报道 刘显若祇甫尔 福与上 重新务 こちら 我们下时间 这里 我们下时间 便带面 嗣